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周四 在回应新唐人记者邮件中表示 我们对香港取消民主派人士 参选立法会的候选资格感到严重关切 对四名学生因香港管法被逮捕事件极为关注 被捕的四人是港警官处成立后 第一批被拘捕的人士 年龄在16到21岁之间 国务院声明说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 证实了新国安法对香港人权利 和自由的寒蝉效应 突出了北京对入侵式信息 安全国家的荒诞愿景 即使是私人对话也遭到政府审查 针对民主派人士被取消参选资格 国务院发言人表示 这些行动证明北京对香港资质持续打压 并且不遵述国际惯例 未能履行其在联合国注册的 中英联合声明所规定的义务 以及基本法所保障的权利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 卢比奥周四发声明 呼吁美国和国际社会对此作出回应 保障香港人免受政治迫害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周四发推文 呼吁港府重新考虑这一决定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周四 也声明谴责中共 取消民主派参选资格 呼吁港府遵守对香港人民的承诺 最后一任港督彭领康 周四谴责中共 是对民主派政党进行残酷的政治清洗 新唐记者毕欣慈 瑞丽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